再来呢就是往荒蛮之地流放 哪啊 敏越地区 就是现在的福建两广地区 有人说了那儿还是荒蛮之地 那儿不是改革开放的火车头吗 是全国经济的带动腾飞省份 您说的呀那是这会儿 那会儿啊海南岛上还有食人生番呢 去的时候好好的 没准到了那儿啊 您就成了蘸姜菜了 看古迹讲故事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按照计划来说呀 咱们今儿应该讲这个封建时期的五行 上古五行啊 咱们分了两期算是讲完了 又是弯鼻子又是跺脚的 哎呦呦呦恶心的咱们也算是熬过去了 为什么说是呦呦恶心的呢 您听了怎么样啊我不知道 反正我讲的挺难受的 尤其是讲到最后大屁的时候 哎就是死刑啊 这古人啊这脑洞大开 他们呀把死刑啊想出很多种方式来 稿子呀准备的是挺充分的 可是一到聊起来 我发现呢越讲就越像烹饪 内容当中的细节呀 就好像刨丁解牛一样 让我读起稿子来呀浑身的不自在 所以说呀赶紧打住 算了吧咱们接着往后讲 所以说呢这有了前车之鉴呢 这赤杖途流死 咱们呀挑出来得了 按照我最初的本心呢 也无非就是想给您讲讲这个流放宁固塔的故事 得嘞咱们今天呀就细细之细的 给您讲讲这个清代的流行是怎么当的事 有人说这流行有什么可怕的 不就是换个地方生活吗 犯了国家的法度了 从这个繁华地区被政府流放到这个欠发达地区 中国人不是有句老话吗 叫人挪活树挪死 哎可不是这样 要说这流行的历史啊 它也挺长的 早在这个商周时期就有 那会儿把人往哪儿流啊 那会儿啊都流到幽州去 哎就是现在的北京 为什么往这儿流呢 首先说呀 这儿人少还需要人 这块它得戍边呀 它得抵御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是 那会儿的经济文明中心啊 在赫南地区啊当然了 现在也是啊 现在也是咱们不得罪人 这幽艳之地呢 比起这中原来说呀 就算是苦寒了 那有人就不乐意听了 说现在来说不是有更苦寒的地儿吗 那更苦寒的地儿 那会儿它不归咱们华夏不是啊 您倒是想往那边流放呢 搁那会儿来说呀 那叫外国 那边住着都是什么呀 枪夷戎敌 这弄不好啊 还有食人生番 当着之后 让人给咬唧了 也是有可能的 您看这个像流行最多的朝代啊 那就是宋代 这宋代那会儿的统治者啊 他自诩自己很仁慈 所以呢 他就不怎么杀人 那这一不判死刑啊 他就流放呗 中国古人啊 这流放啊 主要是三个方向 一呢就是苦寒之地 那会儿的中国地啊 就是说烟云十六州的边上 哎 这就算最往北了 因为再往北啊 那就是人家这个辽国的地方了 您看那小说里了吗 八十万禁军枪棒叫头 豹子头临冲 那就被流放到苍州 您搁现在一想啊 这苍州太是中原腹地了 北京往南 还有四百里呢 哎 那会儿不一样 苍州边上啊 有一条河叫白沟 过了白沟啊 那就是人家期待人家地儿了 白沟是哪儿啊 您没听那个 猴什么华 经常上白沟 去买那甲包去吗 就那个甲包集三地 那就是白沟 那过去就是宋代和辽国的戒河 要这林宠这流行啊 挺惨的 首先说这苍州啊 那会儿就算是苦寒之地了 我怎么知道的 您没听那细词里说吗 大雪飘铺人面 朔风阵阵透苦寒 也就是说这林宠啊 在汴京的时候 没见过这个 再有一点呢 就是什么呀 这脸上还得刺字 咱们讲上古五行的时候 不是说了吗 上古五行都属于肉行 汉文帝的时候啊 基本都废除了 纸单单留下了这个墨行 墨行啊 就是往脸上刻字 林宠的脸上啊 就被刺了这么几个字 选配仓州 不光是他 所有啊 发配的人员都一样 脸上刺的都是 选配某州某府 您看水浒传记吧 在梁山上啊 这108位啊 老哥几个 这脸上啊 有不少的呀 都有这种标记 还有一种发配呢 就是发配到 燕障之地 这燕障之地啊 通常指的就是 西南边陲 云贵一带呀 据说呀 那边啊 有瘴气 这中原一带的人呐 到了那边 更容易水土不服 并且因为气候原因啊 那块地方 蛇虫鼠蚁众多 您就比如说吧 咱们前一阵子 讲九子夺迪 那个八爷九爷 就是印寺印堂 后来的阿奇纳 塞斯黑 他们的门人 就被流放到了 云贵一带 因为压界看守不严 在一路上啊 还到处给雍正皇帝造谣 再来呢 就是往荒蛮之地流放 哪啊 敏越地区 就是现在的福建 两广地区 有人说了 那儿还是荒蛮之地 那儿不是改革开放的火车头吗 是全国经济的带动滕飞省份 您说的呀 那是这会儿 那会儿啊 海南岛上 还有食人生番呢 去的时候好好的 没准到了那儿啊 您就成了蘸姜菜了 所以说您看了吗 综上所述啊 被流放的地方啊 没一个好地儿 搁现代话说呀 那就都不是人呆的地儿 咱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流放之行 下面咱们就该书归正片了 咱就要说说呀 到清代流放宁谷塔 咱们说到这宁谷塔呀 咱们先不说这地儿在哪儿 咱们先把这三个字正音 这三个字啊 我读作宁谷塔 我发现呀 网上很多的博主啊 把这个发音念作宁 于是呢我就专门请教了一下这满语的老师 为什么这件事我要单独请教一下懂满语的老师呢 因为这三个字啊 是满族语言的音译 也就是说呀 您看这三个汉字啊 它没有字面意思 满文读音 第一个字 不走鼻音 发宁音 所以说很多的大卫啊 这个音他念导了 这个字啊 在这儿念宁 他不念宁 那么这宁谷塔 它是什么意思呢 在满文当中 这宁谷啊 是六的意思 在满洲啊 它流传着这样的一个传说 话说呀 在朗朗的够 就是侯久侯久以前啊 这儿住着努尔哈赤的一辈祖先 这老头啊 生了六个儿子 在这个地方呢 建了六个房子 让六个儿子分别居住 后来呢 那这六个儿子呀 就被称为六贝了 这个地方啊 或被称为六居止 或被称为六贝了 如果一定把它翻译成现代汉语 把它搞细致了 那您就可以理解为啊 这个地方叫六家 这就好理解多了 您要是走这国道 省道 出关去东北啊 您沿路上 什么两家 三家 十四家 这样的地名 多的是 说完这宁谷塔名字的意思啊 咱们还得交代交代 这宁谷塔在哪 咱们要是聊这个宁谷塔的具体 位置啊 这话又多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么说呀 这宁谷塔就有三个意思 首先说 他是一个官职 在康熙元年的时候 就设立了宁谷塔将军一职 再者 他的意思呢 就是指啊 这宁谷塔将军所统辖的地区 要说这宁谷塔将军啊 管的地儿啊 可是不小 以圣经 也就是今天的沈阳以北 黑龙江吉林的广大地区啊 都归这个宁谷塔将军管辖 当年指的发配宁谷塔啊 就是发配到这一大片地区 去生活劳作乃至戍边 那么说到这宁谷塔 它有没有具体位置啊 有 我给您说说 您听听 它具不具体 搁现在话说呀 这宁谷塔就在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 海林市 长厅镇 古城村 所以说您想啊 这清代呀 发配宁谷塔那么多人 都搁在这一个地儿 肯定是搁不下 通常啊 在影视剧 以及文学作品里 皇上提及宁谷塔 就会说这么两句 第一句呢 就是说 发配宁谷塔 永不得副官 第二句呢 就是发配宁谷塔 与披甲人为奴 这第一句呀 好理解 发配宁谷塔 宁谷塔是在关外 永不得副官呢 就是你别回来 其实啊 这流放之行和图形不一样 它本来就没年限 你看这图形啊 有一年一年半 两年两年半 五年五年半 可是流行啊 它没有固定的刑期 把你流放到那个地方啊 你就得想招 在这儿 好好的生活下去了 扎根下去了 没有这朝廷的特赦呀 您回不来 一会儿啊 我给您讲一个具体的案例 那么 与披甲人为奴 这披甲人 又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群呢 话说 在努尔哈赤 以及皇太极时期 建州女真 为了统治白山黑水这块土地 在东北啊 没少实施战争 降服了周边 所有不服不分的少数民族 这些人被逮到之后啊 就发誓 永远效忠 厚金大韩 大韩多吉贼呀 大韩心想啊 虽然你发誓了 我这也吃不准 你们是真效忠啊 还是假效忠 于是就把这些人啊 集中在了他们的龙兴之地 就是这宁古塔地区 一呢 是好管理 再者呀 也烧在手 你就替我看家戍边 最初是由黑龙江将军管理这个地方 到了后来 康熙元年的时候 逐渐细化 又设了宁古塔将军一职 那么这些披甲人生活的怎么样呢 首先说这群人呢 他本身就世世代代 生活在东北 生活在这个白山黑水当中 所以极寒天气啊 对他们影响不大 再来呢 他们有的就是这关外的八旗驻防军 还有呢是打胜八旗 负责这给皇帝啊 看守自己的金矿啊 猎场啊 以及牧场 您瞧人家是正式的政府编制 所以这生活无忧啊 那不能说是太好 那肯定也是过得去 那么这给披甲人为奴 这奴好不好为呢 咱们接下来啊 就要讲一个具体的事例了 咱们先得澄清一点 不是所有人流放到宁古塔 都是与披甲人为奴的 有的人就是发配到灵古塔去劳动改造 多数人呢 就是被发配到苦寒之地去生活 在极恶劣的条件下呀 为你所犯的错误赎罪 也无非就是啊 每天早晨点一下锚 然后呢 这一天你就该干嘛干嘛去了 至于说为奴那部分人呢 这没家没业的披甲人呢 你也享受不到奴隶的照顾 所谓的为奴呢 就是营中的杂役 干点脏活累活 那些灵力的聪明的就被选到各级将军的家中 至于女子嘛 命运肯定是要凄凉一些 因为把你分给谁 让你干什么完全不能由自己做主 哎这个细节咱不讲 您去自己脑洞吧 不过有些事是可以肯定的 首先说流放宁古塔 那是国家的法度 是不能轻易的死一个人的 无论是在流放的路上 还是到了宁古塔以后 被流放的人有多苦的官方记载 倒是不多见 但是呢 因为流放的人死伤过多 官员被惩处的记录 倒是比比皆是 您想起吧 这宁古塔本来就缺人 谁也不会让人啊 轻易的去死 并且啊 那块都是八旗驻房军的兵营 他并不是煤矿 也不是采石场 所以说这些人呢 他不存在做苦力一说 这清代初期啊 有这么一个人 这的爷啊 叫吴赵谦 是吴江松陵人 也就是今天的苏州市 是个清出大个的才子 怎么加个大个呢 哎 这加大他显得阔呀 这才子的个多大呢 好比说呀 这个唐伯虎 跟他跟前啊 都算他是个中六个的才子 吴赵谦的成就 不在咱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 咱们主要说说他呀 是如何被发配宁古塔的 这吴的爷呀 有个别号 叫济子 有人说这济子二字啊 有更深层次的意思 可是哥我呀 他没有那么高的认识 我觉得就是吴老四的意思 您别乐啊 这吴老四区别于吴老二 这吴老四呢 生活在苏州 这吴老二啊 他家住辽宁铁陵 二姆林 要说这吴老四啊 是真有学问 一肚子的学问 他有学问 他就得参加科考啊 顺至十四年的八月 这吴老四啊 到省城就去参加了乡市 结果呀 是真有学问 这一考啊 就中了 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啊 这一年 从顺天府 一直到江南 闹了有清一代 最大的科举舞弊案 这就是著名的 南维科场案 据说这当年的考场啊 黑暗到了一定程度 这主副考官啊 拿着事先拟定好的人名单 把卷子挑出来 直接递上去 也就是说呀 你考不考的 不得要紧 考什么样 也不得要紧 只要给我行贿 就能中举 弄得这些落地的考生啊 是个个喊冤 于是呢 就抱着这孔圣人的牌位 到孔庙里去寄哭 这一下子就惊动了皇上了 这顺治皇帝啊 把这凡涉嫌舞弊 省份中了的举子 都招到了京城 在营台啊 是当店考试 倒要看看你们这些 中了举的人 是有学问 还是没学问 这吴老四啊 他学问是好的 可是有一个毛病 窃官 平时啊 见了乡长啊 都哆嗦 这一看见皇上 更是说不出话 写不出字来了 还别说这事啊 考得好语不好了 落得个在金殿上啊 这卷子都没达完 这皇上一看 呦 你小子肯定是 那个行了会的呀 发配宁古塔 是永不得复官 于是 这大名鼎鼎的 江南才子 吴兆谦 就被发配到了 黑龙江苦寒之地 一开始啊 这吴兆谦呢 心灰意冷 并且很害怕 他总怕呀 别人算计他 偷偷的把他 虐得死 这当官的呀 都知道他是啊 江南才俊 有学问的人 跟他呀 还挺客气 每天早晨 点完毛之后啊 就没什么事了 就等着中午那一顿饭 下午睡个觉啊 就是等晚饭 真成了三个宝 两个岛了 不过呢 对一个南方人来讲啊 这宁古塔的天际啊 是挺奇怪的 顺治18年 这老四啊 给父母的信中 是这样写的 宁古寒苦 天下所无 自春初到四月中旬 大风如雷鸣电击 咫尺皆迷 五月至七月 阴雨接连 八月中旬即下大雪 九月初 河水皆洞 雪才倒地 继承兼兵 一望千里 皆茫茫白雪 可是这天气呀 虽然恶劣 没过多久啊 这吴老四啊 他也就习惯了 当时的黑龙江将军啊 叫巴海 听说怎么着 江南大太子吴兆谦 被发配到咱们这来了 赶紧请过来 于是这吴老四啊 就被聘请到了将军府 成了这黑龙江将军 儿子的西齐大人 呃 就是家庭教师 这一下子生活就好起来了 这四爷呀 算是又有读书写字 画画银诗的雅兴了 不但和张继燕 姚奇章等人 结成了妻子师会 还从苏州啊 把自个儿的媳妇接到了关外 并且呀 生下了二女一子 这关外著名的警官 潑雪泉呢 就是他们一干人 发现并命名的 所以这生活啊 倒是挺惬意的 要是依着吴兆谦呢 就是老死宁古塔 也不可惜了 可是吴兆谦呢 他是名士啊 他有朋友啊 他在京中啊 有个好朋友 叫顾真官 也是当时的一个大名士 一想起自己 在苦寒之地 还有一位受罪的好友 吴老四 他这心里啊 就不宣奋 于是啊 他就想起了一个人 这个人啊 是他心结识的一位好友 是谁呀 纳兰姓德 就是那个 会想骚尸 你们都挺喜欢的 那个纳兰姓德 这会儿啊 是康熙十五年 纳兰姓德 在康熙身边 做了个小侍卫 康熙皇帝 非常喜欢他 总把他带在自己的身边 并且这会儿 纳兰姓德他爹 纳兰明珠 正在泪上 正是豪横的时候 这纳兰姓德 一听 营救谁 哦 吴赵谦 这可是个名士啊 星星 西星星 他心里啊 早就把四爷 当成朋友了 于是啊 就跟顾真官说 你放心吧 三千六百日 我肯定把他营救回来 有人就说了 好 用了纳兰明珠的门子 还得等十年吗 他关键是啊 从那个地方 往外捞人啊 从来没有过 结果呀 没用了十年 五年 就把这吴老四啊 从宁古塔给捞回来了 其实啊 他们也没问问 这吴赵谦本人啊 他乐意不乐意 要说呀 这纳兰姓德呀 他够朋友 对得起吴赵谦 他把这吴赵谦呢 就留在了自己的府上 负责交习自己的一个弟弟读书 提起这个人呢 您并不陌生 就是后来著名的 巴野党的大军师 纳兰奎旭 康熙二十三年的十月十八日 吴赵谦 因病 死在京基 那年呀 五十四岁 临死之前 在弥留之际呀 和自己的儿子 就嘟弄几句话 吴欲语 设置白山之路 吊池里松花江 切归共善 父如母做羹 一座晚餐 岂可得耶 也就是说 这四爷头死啊 想的并不是他的家乡 苏州 而是关外的白山黑水 他和儿子说 你还记得吗 咱俩呀 曾经在这个松花江里呀 吊过一尺多长的鲤鱼 拿到家里 做熟了以后啊 再配上你妈 做的那个小米稀饭 这就是一顿晚餐呀 那是多好的日子呀 所以说 发配宁固塔的这群犯人 并不像传说当中 生活的那么恶劣 并且这些人当中啊 有会经商的 有会手艺的 会手艺的呢 自然就成了 城市当中的工匠 擅长商业的 更是得天独厚 能够施展拳脚 因为在这里啊 能常见到的身容貂皮 乃至黄金呢 那在中原 可都是稀罕物 于是就通过这些流途 引来了不少中原的商旅 到这儿贸易交换 具有当年来到此处 做贸易的商人回忆啊 轻石的宁古塔呀 有如江南重镇一般 繁荣热闹 所以说这流放宁古塔呀 到底是福是过 咱们呀 还得辩证着看 我是每天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得嘞 天都不早了 这咱就到这儿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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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